我觉得这个戏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想让观众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我被李阿姨咬的时候 就宁愿自己咬一口也希望观众不要看着觉得说好假 李阿姨 你 你别咬 别咬 别咬 儿子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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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放开了 儿子放开了 李阿姨 放开了 怎么咬人呢 儿子放开了 你没事吧 儿子 tive 儿子 其实有一场戏就是我看完都觉得这真的是难度挺大的就是有一场人贩子的戏 对 然后人贩子把小孩抛给我 对 我当时就在想是怎么样才能让大家看到感同身受的东西呢 但是也不能真的把人家孩子扔到空中去啊 危机了 阿姨 她真的是你孩子吗 你怎么说混乱的这些 这当然是我儿子了 等一下 不是 干什么 她明明穿着是女孩的衣服 怎么说是你儿子 你不知道 我这个儿子呀 就喜欢穿小女孩的花裙子 我们走了 你等一下 不是 你能说说这孩子的全名叫什么 还有她妈妈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哪知道她妈叫什么呀 你少管闲事 你少管闲事 各位如果